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虽然美国税改方案是通过了 但是美元指数却无动于衷 徘徊在两周的低位附近 最终日线收盘保收92.93 昨日在美盘中 税改法案成功在往前日内公布的 美国11月乘污销售数据公布值为581 好于预期的553以及前值的550 近11年高位 但美元却毫无反应 继续走美联储加息的走预期 卖事实的老路遭到了打压下跌 SY新安认为 周三 尽管美国众议院再次投票通过了税改法案 但是市场对于税改的成功早已消化 而且临近圣诞假期 市场交回清淡 进一步打消了美元多头的积极性 因此美元指数并没有如我们想象中的上涨 反而走上了下跌的道路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税改法案的利好 虽然会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的走高 但是政府发行的债券来填补财政赤字的成本 也会越来越高 潜在的风险也会抵消掉税改给美元带来的利好影响 此外 在本周四和本周五将有大量的美国数据出炉 比如美国第三季度GDP中值 美联储最为青睐的通胀指标核心PCE 以及耐用品订单等 这些经济数据的公布都将会对美纸的走势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的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 技术面上从日线叙事图中可以看出 美元昨日收盘一根探底回升的阴线 触及近半个月的低点位置 美元指数短期内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支撑 但是税改通过后政府的停摆风险加大 也可能会进一步受到打压 目前还是倾向于观望状态 看美纸是否能够进一步反弹 建议关注上方压力位94.15 下方支撑位92.52 后视中建议您重点关注 15点整将公布瑞士11月贸易账 21.30分将同时出炉 加拿大11月CPI年率 加拿大11月核心CPI年率 美国第三季度实际GDP年化纪律中值 美国第三季度GDP平减指数中值 美国第三季度消费者支出年化纪律中值 美国第三季度核心PCE物价指数年化纪律中值 美国截至12月16号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请投资者不要错过这些重要信息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今日市场行情分析 如有疑问 您可登陆ACY官方网站咨询专业客服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与我们进行互动 我是主持人CZ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